国家文官学院各项训练专题研讨说明影片 哈喽大家好我是学姐 今天要分享的过来人的经验要谈什么呢 当然是最精彩刺激的专题报告 首先我们要知道专题研讨实施的目的 包括大家要运用上课学到的各种方法 针对研讨主题分组研讨 先合力完成书面报告 再进行口头报告 由于专题研讨结合了训练需求 目标以及课程内容 可以了解与提升自我的学习成效 还有呢 经由团队互动脑力激荡 意见沟通整合 加上探索讨论公共议题 结合课程所学与实物 我们就能够提出具体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了 开训前 各班的辅导员会依大家的性别 年龄 学历 直系等背景 进行一直性分组 每组以不超过八人为原则 提醒大家 分好组之后呢 第一周的星期五前 必须选好题目 第三周星期一中午前 要缴交书面报告 到了第三周的星期五 就是重头戏 口头报告与寻答了 研讨主题及定位 大家好 我是学长 我也来说明 健身检及正身间训练的研讨主题 与定位为 强调跨域合作 价值冲突 全国性或前瞻性等公共议题 并结合课程相关理论 让我们展现对课程的理解 以及对政策的规划或创建能力 例如 跨机关协调解决争议性政策议题探讨 以严重地层下陷区域之防治为例 研讨主题将由保训会提供14则 让大家挑选 各组不能重复 如果你要自定主题也可以 请写明 主题全名与案例情境 字数不要超过500字哦 在开训后三天内提出 等专题研讨的评分讲座同意后 就可以使用这个主题了 书面报告体力格式 提醒您制作健身剪及正身肩训练的书面报告 一定要有封面、摘要、目次、本文 参考书目以及附件 本文以5000到8000字为原则 内容包含前沿、现况分析、问题检讨、解决建议 与结语等五大段落 可依实际状况调整或增删 附件则包含报告赚领分工表 以及分组讨论记录 为时讲座了解组内每位成员 对于报告的贡献程度 分组讨论记录至少要提供两次 记得一定要呈现小组每位成员 在报告赚领过程中投入参与的情形 陈述的意见以及具体的贡献度 跨班分组 就是这里 我们的专题研讨为什么要跨班分组呢 为了班纪或组纪 大家能够相互交流呀 注意哦 我们授讯期间第三周的星期五早上8点20分 会当场公布跨班分组的结果 确定分组后 请各位小组长带好你的组员 在8点25分前移动到指定教室 8点30分开始抽签决定报告顺序 并书写在教室白板或黑板上 在此之后呢 请把握时间安装简报档与测试投影机 麦克风等设备是否正常运作 口头报告实施方式 口头报告是成为最佳男主角或女主角的演出机会 每一组请掌握好简报、寻答及讲座讲评 共50分钟的宝贵时间 报告组要推派一或二人 进行15分钟的口头简报 形式可自由发挥 但需播放PPT档 简报到13分钟时会响银提醒 15分钟到了 必须立即结束报告 再来是25分钟的寻答时间 先由评分讲座指定台下的他组学员 针对你们报告的内容提出问题 讲座也会提问哦 建议将所有提问有系统的记录与分类 随后针对提问依序回答 提问时每人至多一分钟 回答时每人最长可以讲两分钟 最后是10分钟的讲评时间 两位讲座针对报告内容给予意见与指导 讲评的时间可与前阶段留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精彩的VCR吧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我是二班16号张艺凤 今天为各位进行的专题简报是 小致力化趋势下幼儿的教报 公共化政策之探讨 并请西北市可以动作公共幼儿园为例 有一天我们又被列入提名 来说我还是仍然建议财政 去采取这些方法来完成这件事情 各位学校姐好 我是二班10号的杨倩宇 那刚刚在报告组的解决方案的优化沟通策略中 有提到善用推力制作缩提的这个解决方案 两位讲座各位学校姐大家好 我是二班36号李明宏 首先感谢叶学长的提问 有关叶学长提到说 专题研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训练同学们未来 登任高洁文官时候的策略思维 把你的企业性的范围能够扩大 会对于未来大家自己面对高级文官的工作会有很大的防御 成绩评量项目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成绩评量吧 专题研讨成绩总分100分 团体成绩占了60分 包括书面报告50分与口头报告10分 个别成绩则占40分 其中书面报告参与及贡献度20分 本组达询表现15分 在他组报告时 寻达表现5分 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能够运用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工具 来去提出真正创新的解决方案 而不在于把你所有的工具都放到你的报告里面 那过去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 写这个报告的时候 希望把自己所学的都能够全部放在报告里面 这样反而让你的报告显得没有逻辑性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选主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到主题跟副题之间的关系要有紧密相连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专题研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能够发挥出创新的策略思维 希望在做专题研讨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被现况所局素 能够自己去思考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甚至借助国外或其他城市的经验 那我相信这样子同学们的专题研讨品质 一定能够比原来想象的更好